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法務部矯正署立志中學 有一名17歲的女學員 最近跟大家分享說 自己在讀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因為家庭的問題 他只能偷偷帶著兩個弟弟上學 而且其中一個四個月大的弟弟 他就把他放到包包裡面 書包裡面 然後就帶他去上學 不過被老師發現之後 老師就把他們姐弟三人 等於是分開來安置了 所以之後三個人也斷了聯繫 那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也引發了社會的關注 經過一週的調查 如今傳來好消息 兩個弟弟都找到了 根據調查 在一週調查之後 社福單位順利找到兩位弟弟 兩個人都平安長大 身體也相當的健康 讓女學員聽了是十分開心 由於女學員就讀的立志中學 沒有辦法自由進出 兩位弟弟也因為年幼 無法獨自前往探視姐姐 加上三人多年沒有相見 怕有隔閡 社福單位正在進行專業評估 希望找出對三人最有利的處置 九旱焦點帶大家來看到南投日月潭的九族文化村的人氣設施 就是這個纜車 對 尤其是那個水晶車廂 大家都很喜歡去做那個 很漂亮 對 不過最近網路上傳出了一張照片 就是有一隊旗女她們竟然在水晶車廂裡面做親密的舉動 意外的被民眾拍了下來 在網路上引發了熱議 就連九族文化村的小編看到都說呢 我看了這則新聞連我都傻眼了 日前一位民眾搭乘纜車 用手機拍下沿途緊緻 不料對象一輛水晶車廂裡的男女竟然在空中口愛 只見一名女子跪在男生的雙腿之間 面部靠近南方的私密處 目擊民眾看了直呼 這對情侶實在是太大膽了 而九族文化村官方粉專13日在臉書發文表示 小編看到這新聞都傻了 請注意水晶纜車是透明的 不只是地板 連窗戶也是透明的 日前陸軍八軍團一對情侶 在部隊中拍攝性愛影片 發生了外流事件 引發了各界的討論 那麼沒想到最近又有一段影片 在網路上面流傳 這段影片是有十多名的阿兵哥 裸著上半身 然後他們聚在一起拍下了 用口嚼檳榔榨汁的影片 而且過程中他們不斷的 是一直嬉鬧打鬧 那引起了關注 對此八軍團也證實 這些阿兵哥確實是步兵137旅的士官兵 行為適當加予以處分 陸軍八軍團日前有情侶在部隊中拍攝 淨愛片外流引發渲染大波 近日又有一段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十多名阿兵哥拍下用口炸汁 嚼檳榔的影片上傳社群 尤其部分士官兵裸上身露出刺青的畫面 讓網友們覺得相當不妥 過程中還不斷悉悄打鬧 而又引起關注 對此八軍團證實為步兵137旅的士官兵 行為失當將予以懲處 接著轉換焦點帶帶來關心政治消息 2024總統大選準備開跑 沒想到前立委郭正亮今天呢 卻突然拋出了震撼彈 發出聲明宣布退出民進黨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在臉書代為貼出 郭正亮退出民主進步黨的聲明 聲明指出得知台北市黨部在5月16號 以有人檢舉損害本黨聲譽為由 開除本人黨籍 目前正移送評委會處理當中 本人對此無意爭辯 尊重黨部決議 聲明即日起本人自行退出民主進步黨 道不同不相為盟 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對此民進黨發言人張志豪表示 言論自由不代表可以抹黑栽贓 郭正亮過去相關發言 明顯涉及扭曲造謠言論 一再詆毀黨而且抹黑黨同志 嚴重破壞黨域 民進黨已經依照黨內評議程序處理 前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呢 18日在臉書踢爆 民進黨立委陳歐珀的競選後援會 以及辦公室竟然是和這個IMB 詐騙案的主席曾耀鋒提供的 對此陳歐珀也在臉書po出影片來做澄清 他說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接受了贊助的 那他願意捐出當時的租金 作為對詐欺受害人的補償 我認識的一直都是從事房地產事業的曾國偉 不是曾經有詐欺或者是受到通緝的曾耀鋒 2020年我進行立委臨任 因為朋友贊助我一間房子作為後援會使用 當時也把我的服務所合併使用 我之前臨任之後就搬回我到我的服務所 繼續服務相親 對於這個經濟期間不慎 這樣的一個事情的發生 我個人表示虧欠 我願意將這段時間的出金 提供這個未來受造電廠的一個保障基金 對於陳歐珀的回應 黃國昌再度反擊 爆出他的保姆車也是登記在IMB詐騙集團旗下 最後更喊話 除了這些以外 你還收了哪些好處呢 警告陳歐珀委員 不要再說謊了 我想其實很可惜 跟我昨天的一個原意其實有很大的落差 真的要避免斷章取義 然後去扭曲 那這樣子會讓我們很多的努力 這個就會被誤解 那特別是住宅的一個事情 從我上任到現在100天左右的一個時間 一直是我念字在字 而且花了很大的力氣在做處理 我們是在一個情境在說明他是有前有後 所以我們是在談說如果大家想要買房子的話 可以從怎麼樣一個角度來規劃跟下手 那因為當然年輕人因為剛出社會 他的經濟能力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當然要做一些規劃 當然也要選擇他的一個區位 而勞動部次長李俊逸在昨天也談到了 青年買房這件事情 他就說青年買房當然要自己規劃 我在台北也買不起房 直言不只是青年 連中高齡也買不起房子 那我請問你 你認為青年買不買得起房 一般來講 這要看買在哪裡 我們嘉義大概都買得起 歡迎大家來嘉義 所以你就是叫這個青年朋友 即便在大家聽到 次長的意見是青年朋友即便是在台北市的 那也歡迎大家到嘉義去買房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請問 嘉義的房價比台北平就是事實 好 那他怎麼工作呢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政治人物提出來的 不管任何的計劃都必須要務實可行 就是不要耍嘴皮子 在台北市工作或在城鄉 當然是他的房價有差距 但你叫這些在他工作的地點的 這個你完全不理會 然後你叫他到這個 歡迎到你的故鄉這個買房 那我覺得 國民黨十七日 新北市長侯友宜 來投入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而當主席朱立倫 他其實事前開了兩場的諸國會 在第一場諸國會的時候呢 其實各項數據都顯示呢 侯友宜他明顯是比較有優勢的 不過卻意外讓郭台銘以為自己會出現 一直到第二場的諸國會 朱立倫拉高態度才讓郭台銘認清事實 你有信心嗎 有99.9999 十五日才說自己有99%的信心 能被國民黨徵招 十七日馬上被打臉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明明那麼有自信 結果徵招的竟然不是自己 據了解黨主席朱立倫 依照科學數據和縣市首長意見能指標 決定徵招侯友宜 為了讓郭董面對事實 還特別開了兩次諸國會 結果十五日下午的第一場諸國會 不僅朱立倫連侯友宜都表現出 高度遵郭態度 而侯友宜隔天受訪 臉上也沒有一絲一毫的喜悅 才讓郭董認為出現的毀失自己 還為了避免挺郭派 郭度施壓黨中央 停辦了挺郭記者會 挺郭夜宴等活動 連挺郭派的人都對外表示 郭台銘被徵招的機率很高 這時朱主席眉頭一皺 發現郭董好像會錯意了 十六日下午只好再次會面郭台銘 並清清楚楚地告訴他 抱歉 徵招的三項標準顯示 你真的輸給侯友宜了 郭董這才看清事實 此時郭董的心情 猶如高空彈跳般 直接從天堂掉到谷底 不過風度還是要有的 他親自會面侯友宜道恭喜 也發文強調會團結支持侯友宜 我們在參加 團結就不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團結 雖然郭董這天大的誤會 差點破壞了藍營的團結和和平 不過最後他也接受了這個結果 朱立倫這波整合也算是大功告成 我們會有很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